现在老二还能压制合剧吗 我感觉压不了 因为老二现在的状态啊 时好时坏 而且老二现在不是最佳状态 你知道吗 老二自从跟苏森打完以后 赢了以后啊 我发现从内以后 他就一蹶不振 我个人觉得啊 合时现在推幅蛮多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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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打了 我不想打了 我废了 讲一句良心话 我已经废了 我连这种招顺我都防不了 我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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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合池呢 现在是感觉到自己的水平 真的是严重下滑了 打一些一线顶以上的 基本上是没有赢过啊 所以说必须得多练一练啊 多打一打了 这两天的话 也是有连续的这个赞助赛啊 打一些一线顶以上的玩家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秀秀啊 给大家带来合池打合郡 还有小鸭的两场精彩对局吧 应该是水平有所恢复吧 但是要恢复到巅峰 还有一段时间呢 跳低 哎呦 这波抓感觉有点慢了哟 跳低直接抓是中的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第一把打多了 我是想立回一下 好跳抓 重拳葵花死 啊 合郡也算是真的很强啊 要赢合郡算是比较难的 第一场呢 他是十比三输给了合郡 但是第二场的话还不错啊 十比三又赢回来了 搬回了一个面子 好规划倒地 百合子够得漂亮 抓过来 晕直 打晕 漂亮 下锡哈 防着对方的斜飞 我这个很生龙 很好的招 刚一个跳抓还是怎么说 好战A 再重拳 再重拳落地抓到 漂亮 直接必杀 好点赞 接着看啊 咱们再看另一场 这场的话打的是小鸭 合池来到的一个2P 名字改一改 合池再不打 再不多训练的话 这个拳皇界都要把他抛弃了 他也感觉到了危机感了 好下一葵花 为什么一定要练拳皇 因为拳皇 他得力更多嘛 对吧 看的人更多 而且更持久 这一波卖血抓 好 干一个 压得不错 打点非常好 动不了 然后再一次抢葵花 嗯 继续压制 护不去 压得死死的 还是有点东西的 宫底还在啊 烂船还有三金兵啊 过不去了 他这个八神现在打法系有点不太一样哈 总是看好了 然后通过去 没有那么的低进 没有那么的潇洒了 这波被砸到 没了 下线 好藏着则拿下 只要我回巅峰期其实很容易了是吧 毕竟水平在那里的关键是不要打其他游戏啊或者少打 一定要提高千黄的比例70%以上 有点急了好跟上不战 要第5种肩与伍bru体可以拿这个小时 好帮你打个小时 你还能给你保证 以后再可啊 你打击 但是这只要是什么 这是不可怕的 还是不可怕啊 哎呀下招 好再拽下来 蓝珠山你要快了一点 还好哈一脚必命 好关注修修博一刀六